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狗狗的短片《宠物》 小鹰是只可爱的小狗 她的女主人单纯天真 经常与人不输 惨照抛弃 主人痛苦不堪时 就会喝得一定大醉 而每到这种时候 小鹰都会陪伴在女主人身边安抚她 因此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年 关系就十分先进 可渐渐地或许因为时间的流逝 让女主人对小鹰失去了新鲜感 她对于小鹰越发不怎么上心 这天女主人久违地带着小鹰出门散步 小鹰开心不已 女主人却心不在焉 原来女主人是打算带小鹰参加宠物联谊 联谊上女主人和养狗男聊得火热 而小鹰就和另一世前被狗 各自她论着自己的主人 正当节的时候 女主人和养狗男已经同去了 而两只狗狗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转眼到了女主人的生日 养狗男正在为了庆祝 两只狗狗们则对生小小狗展开了幻想 可惜前辈狗表示自己做了绝育手术 没法生育 突然门铃响了 女主人前去开门 却发现有人塞着刺条 警告着女主人家的狗扰民了 最后门铃再次响起 上门的管理员表示接到扰民的投诉 并向他们告知 家里最多只能养一只狗 而这时好奇的前辈狗走了出去 养狗男当己称自家只养了这只狗狗 可不想屋内小鹰的铃铛暴露了一切 于是他们只好将小鹰送走 急进去问 没有人愿意收养小鹰 在养狗男的传说下 恋爱中失去理智的女主人 决定将小鹰抛弃 抛弃前女主人心有不舍 养狗男表示 自己其实对养狗一事不感兴趣 前辈狗是前任养的 之后养狗男用着 信誓旦旦的甜言蜜语 说服了女主人小鹰就此被遗弃 但她对女主人还心存幻想 直到深夜 流浪狗老大找到了她 并将她带回了流浪圈的基地 好心的狗老大还为小鹰准备了晚饭 一些人类的食物残渣 可对于小鹰来说 她只能接受口粮 直到她看见一只为了尊严 被饿死狗被拖了出去 小鹰才彻底明白 自己已经被抛弃 想要活下去只能改变 她适应得很快 在狗老大的帮助下 很快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生存技巧 他们在垃圾桶按照食物 狗老大提醒她 铃铛对于流浪狗而言 是致命多余的 小鹰揪下了自己的铃铛 不舍地看着她 随即扔在了地上 不久之后 小鹰和狗老大却在街上 遇到了被遗弃的前辈狗 小鹰忍不住向她询问 女主人的消息 得知女主人怀有身孕 而养狗男 却临时未婚逃跑了 小鹰听着一切十分担心女主人 就在小鹰和狗老大 准备将前辈狗带回基地时 无意间发现 女主人在不远处的楼梯上 痛苦叫唤 看着昔日的女主人这般模样 小鹰迈不开双脚 狗老大教育她 不要相信人类 他们只会重蹈覆辙 但小鹰终究还是跑向了女主人 女主人此刻身体不适 疼痛不已 但看见小鹰的出现 还是十分开心 她真诚地向小鹰道了歉 而狗老大则换出了大逼流浪狗帮忙 最终将女主人送上了救护车 最后女主人生下了小孩 也接回了小鹰 两人一狗 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养宠物的理由 仅一个 因为喜欢 不养了 理由却千千万万个 当我们只单纯依靠自己喜好去做决定 而不去思考 我们是否能为他们一生负责时 我们是何惜不负责任 与宠物相比 我们的确更为丑陋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